救助疾難家庭 單車環島募款車會 上週六在台北出發之後 今天造訪了是彰化永靜食物銀行 志工們也到現場 為這些募款勇士們一起加油打氣 環島車隊24號上午 來到彰化永靜的食物銀行 受到熱烈歡迎 募款活動邁入第15年 以單車環島方式 呼籲社會大眾捐款 救助疾難家庭 我們這個車隊 環台用15天的時間 要走1300公里 主要是為急難家庭來募款 那一路我們也會去參訪 很多的急難家庭 參訪很多的食物銀行 也參訪很多的這些 弱勢家庭的兒童陪徒班 今年1月在彰化永靜成立的 1919食物銀行 簡約文創風的環境設計 讓個案在選物資的時候 就像逛超商一樣自在 那我們這邊就是用便利商店的方式 讓案家可以按照他生活上的需要 有點數來領取 那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幫助了153戶 可能是邊緣的或是低收入的家庭 食物銀行除了提供物資領取 也會有志工隊定時前往需要幫助的家庭 進行陪伴關懷 要為社會注入更多溫暖 記者綜合報導 追隨著玲玲的波光 旦主詞